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最近巴黎奥运真的非常热闹 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游泳队 这两天又增添多面金牌 在4成100米的男子混合接力赛里面 我们中国队力压法国和美国 在最后50米来到反胜对手 这场比赛简直是赏心愿目 但是游泳场外的风波确实不少 说的是什么风波呢? 就是禁约风波 禁约风波本来是没有这回事的 但是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要来搞事 相信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听 美国的媒体这样说 他们就说我们中国的榮首 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成绩 涉及兴奋制违规的说 其实美国这样说 连WADA 即世界反禁约组织和国际奥委会都不满意 试完他们炒作的禁约丑闻 我们中国一早就已经将统中的恩友 向这个世界反禁约组织 WADA 来解释了 而WADA 亦都是觉得我们中国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美国坚持去搞这些禁约风波 等于不将WADA的规则 放在眼内 所以连国际奥委会都走出来警告美国 就说到他们 如果你们美国是不服从WADA的规则的话 可能就会褫夺美国城市奥运的主办权 但是美国恶惯的嘛 所以他们就有些政客走出来说 哇搞错啊 褫夺我们的主办权 我是终止向这个世界反禁的组织撥款 哇大家看一下 美国多几惡 他们除了诬裂我们中国的榮首 是服用了禁约之外呢 还屈这个WADA是包庇我们中国啊 而且就着那些兴奋劑的问题 美国呢 早几年就立了法的了 还授权给他们的司法部门 就禁约这个问题 向其他的国家就展开这个长臂管轄 企图将他们美国的霸权 就渗透下去体育之中 实行就体育霸权 举个例子 他们是怎样欺凌我们中国的榮首的 就像我们中国的榮首潘展乐那样 今届的巴黎奥运非常出色 在100米的男子自由泳里面 游出了46.4秒的佳积 破了世界纪录 拿了金牌 连第二位的银牌得主 张伯斯 大家没听错 不是张伯斯 是来自澳洲的 他都说 潘展乐是实至名归 顶呱呱的 但是美国那份垃圾报纸 纽约时报呢 就坚持就着禁药的问题 就来到向我们潘展乐去做新闻的 那潘展乐呢 都挺无辜的 据他自己说到 上年他已经做了29次的弱检 加上今年是奥运年份 弱检的次数更加是不会少的 而这么多次弱检当中 是没有一次对那些违禁药呢 是呈现阳性反应的 而我们国家队的另一位女泳手 张雨菲都为潘展乐抱打不平 就说到 那时候 美国的荣将 阿菲比斯 拿八面金牌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质问他呢 还有 这个《纽约时报》做禁药新闻 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上一届的东京奥运 他们《纽约时报》还激怒了意大利的奥委会 试园了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田径项目呢 是美国人的强项来的 但是上届的东京奥运里面 《百米飞人》这个项目 就被意大利的选手爆懒去到胜出奪金 当时 不止《纽约时报》一份报纸 但是他们整班美国的媒体 就合在一起 就不断圈掩一些禁药风波 就企图打击意大利的选手 希望将个赛果改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田径和友荣都是本来美国的强项 现在他们的强项 被其他国家的选手干亡盖过的时候 他们美国就老羞成怒 要屈别人服用禁药呢 还有 《纽约时报》 就不是现在奥运 才来屈我们中国的兵手 那今届巴黎奥运 就在七月底开幕了 早在这个四月的时候 《纽约时报》已经出了很多文宣 来针对我们中国的游泳员 因为他们又再找回 2021年的时候 有23名的中国选手 在我们中国国内比赛的时候 弱检不过关的这件新闻 就走出来发大说的 但是当时 虽然他们的弱检不过关 是因为在他们的弱检里面 对一种物质叫做TMZ 中文叫做曲尾他巡 对这种物质呈现阳性的反应 虽然是这样 但是其实这二十多名的运动员 是没有受到处分的 所以《纽约时报》 就不断把这件事发大来说 企图影响国际奥委会 希望他们褫夺我们中国游泳员的资格 但是对于2021年的那个弱检不过关 我们中国的反兴奋劑中心 事后也是即刻及时通报 以及交代调查结果 那当这个世界反禁药组织 收到我们中国通报的资讯之后 对那次的弱检不过关的事情 经过详细的调查 也认为我们中方调查的结论 是非常之合理的 之所以在那次弱检里面 呈现阳性的结果 是因为运动员是受到 酒店食品污染的问题所致的 那有什么食品污染了 会导致这些结果呢? 世界反禁药组织 也是给出了解释的 就是由于畜牧业 会将一种化学物质 叫做克伦特罗 当作瘦肉精去刺激动物的生长 所以如果那些运动员 他们日常的饮食里面 吃到的肉类 例子是猪肉 那只猪吃了一些瘦肉精 是加了克伦特罗 这种物质的话 那个检测的结果 就会很有可能 会呈阳性的了 而这种说法 也是得到世界反禁药组织所认同的 所以到最后 世界反禁药组织 是没有对我们中国的游泳员 去进行过处分 但是这件事呢 就被美国人拿出来说 而且那些弱检 不是只是做一次的 后来通过反复去做那些弱检的时候 也都在那些弱检的结果当中 是发现有阴有阳 所以根据这些综合的调查 世界反禁药组织也是支持了 2021年中国的23个游泳员之所以 弱检呈阳性 是有食物污染的可能的 那这个是世界反禁药组织所说的 而且他们还说到 其实除了中国之外 在世界各地 他们也都调查过类似的个案 好像在墨西哥或者伊地马拉 若然有些弱检的样本呈阳性的话 在其他地方 一样是受到这个食物污染所影响的 正所谓有口话人 就没有口话自己 美国专对外国的运动员 利用新闻舆论 是屈他们服了药之外 对于他们美国自己本土的运动员 若然是呈阳性的话 美国自己国内的反禁药组织 首先就会说他们受了这个食物污染 所以我们美国是允许去继续参加奥运的 但是又没有提出证据 他们美国的那些运动员 是真的吃了一些受污染的肉类的 这种偏邦的程度 这种反禁药组织里面的官员也说到 为什么美国对其他国家 就不停在这里抽清 对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有这个反应呢 他们就闭上眼 当见不到的 那难道美国当局是有什么动机不良 还是他们针对中国 是想挑起外界对中国的一些主观印象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奥运的项目 赛事的输赢 不是我们可以用肉眼所见的 是需要靠到裁判、评判 这些专业人士来给予分 甚至乎就算是肉眼可见到的 那些胜利的比赛也好 例如跑步游泳 美国人一旦提出这些疑问 如果成功蒙骗到其他人去信他 有可能会对赛事的结果 是会起到变化的 简单来说 如果有人在比赛中赢了金牌 但是美国人咬着他不放 说他服用金药 而美国人提供的证据 或者美国的舆论 是令其他人相信了的话 那个人有可能他的金牌是会被褶奪的 而美国在针对着我们中国的游泳员 来制造这些禁约风波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可以见到一个不良的影响 就是我们中国的游泳运动员 在这次奥运里面 他们所接受到的检测次数 是远多于其他国家的选手的 其实他们美国 除了针对我们中国之外 他们本身美国方面 跟WADA当中都有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好像近年美国想在这个运动界 针对俄罗斯的运动员 去制造风波 他们就希望可以控制到世界反禁约组织 即WADA 去到对那些俄罗斯禁约的运动员 去作出重罚 所以他们早年 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 他们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例 名字叫做罗琴科夫反兴粉剂法例 而他们通过了这个法例之后 就开始长臂管核了 那怎样去到长臂管核呢 如果那些赛事不是在美国进行的话 那美国很难管到的嘛 那美国人就想到 那些赛事不一定在我们美国举行 我们才可以管的 但凡那些国际赛事里面 是有我们美国运动员的参加 那就可以受到我们美国这条法例管核 那就可以了 但总观之下全世界有些什么运动 是没有美国运动员去参加的呢 除了乒乓多之外 那所以美国人藉着这条法例 就想在这个体坛上面 承认了一个美国体坛霸权 但是美国就不要得斥得那么早 虽然他们现在 是站着去全世界的体育项目 去进行长臂管核 但是他们这个行为呢 是已经激怒了国际奥委会 和WADA的了 那未来的2028年的下轨奥运 就会在美国的LA那里进行 2034年的东奥也都在美国的炎湖城那里主办 但是国际奥委会就说到 如果美国再不遵守规矩的话 他们就会褫夺美国这两个城市的奥运主办权 那说来说去 美国之所以对WADA 一点都不害怕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是它最大的金主 因为世界反禁的组织WADA 它的营运费用主要的来源 都是美国的捐献 但是若然在未来 这个世界上有其他国家 可能占的份额 会多一点点的话呢 到时这个世界反禁的组织WADA 它的金主组成不再是美国单一独大 看怕这个国际体坛上 都无可避免会有一场风雨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频道 拜拜